好 来看到现在苏院长已经是就任满三年了 但是继续冲的同时 外界其实争议不少 现在有不少部会说下达了指令要求局处盘点政策 但是亮点政策要做给院长 好 上任三年 苏贞昌他是说感谢团队的密切合作 他说关关难过 关关过 但是针对说是不是亮点要让苏鬼来宣布 也引起了官员私下议论 但是行政院的发言人罗秉成表示 没有听到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们来盘点一下像是过去 曾经交通发展 像是近期要宣布基隆捷运八堵南港的路线确定 那么交通部要正式启动环平程序 最快银底之前就会把环平送进环保署 当中这个路段是有共识才推断 但是现在可以看到 这其实都是属于一个交通部的业务 但现在交通部把这案件交给了苏贞昌来宣布 还有过去观光政策 有没有在过去的观光政策 纾困专案都是光局或是交通部来宣布 但是从林嘉隆的后期开始就发现 包含了像是国旅 包含了纾困的方案等等 国旅券等等 都是政院统一来宣布 那么交通部长王国财上任之后明顶 所以现在不少人就觉得说 王国财你上任之后变得更明显了 所以王国财你是个王组长 为什么呢 因为苏贞昌 他是身兼了部长还有局长 所以你可以看到从过去 从交通 从观光 这一切现在都是 要由苏贞昌这边来宣布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过去有不少的争议 对于这样的表现 民营党团表示说是肯定 但这一党的普遍认为说 苏贞昌他的刑事风格 是破坏了民主用人为亲 甚至就连他们的党友好 时代列长都提醒说 是不是要再谨慎一些 好 过去我们可以看到 珍一珍的不少 从2020的5月份开始 当时视察了医院 就来问问院长 知不知道停车位的数量 以及还有他的爱将丁一鸣 下台之后又任职了 有几职的一个职 有几职的一个顾问 那么还有再来看到 拔除了国营事业动作 引了派系忌惮 还有视察国小 又怪教育处说 不知道种什么树 大家想问问这是重点吗 好 再来看到还有过去 这个武配券的部分 一度是要付现金来换武配券 就连总统都出面来劝阻他 还有怒骂了官务署 验不出非洲猪瘟 以及最近被指数宣传公投 但是违反了行政中立 依旧还是在做大内宣 好 大家是不是认为 苏贞昌真的是争议不断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国民党立委赖世保就说了 苏贞昌是他当了几届的立委下来 他遇到一个最跋扈 最凶悍的行政院长 尤其反萊珠 他直接讲成反美珠 那这些料理要做给谁看 更多内容交给李嘉宇 这个就到第四个字来形容 叫真功伟过 一个大院长功劳都他的 不好的地方都是底下部位首长的 而且他把他的院长越做越大 部长就越做越小 政委也是越做越小 所以你就发现到 每一个部长几乎都是苏贞昌底下的 好像是打杂的一样 他这个东西他可以随便骂人的 而且他介入人事非常的深 用人为亲 你就可以看得到 他的用人事完全没有一个标准 应该讲叫松重标准 你可以看到警政各个县市 首都的警察局长的任免 都是凭他个人的喜怒哀乐 不是这是外面看起来喜怒哀乐 其实就是用他的人 包括他伸手进去航库的董总 董事长总经理 也是换成他的人 结果一换了 一个盒库怎么廖灿昌出问题了 是不是他后来也没有任何的一个交代 那我们也看得到 我在立法院这么多年 历经了好几个好几个的行政院长 真的我从来没有看过 这么跋扈这么嚣张的行政院长 可以讲行政院要对立法院负责 所以行政院的院长接受国会议员的监督 职论是宪法规定的他的义务 结果你就会发现到 他跟我们立委拍桌子 骂女性的立委可以这样子吗 他完全不顾这个宪法 赋予我们监督的一个职权 而且我们监督他 我们咨询他 他反而欺负一些反职训 有一些比较知情的立委反职训 所以这些都是开民主的倒车 开民主的恶力 台湾实施民主这么久的时间 我们很自傲的像全世界说 台湾的民主多么的自由 多么的民主 可是你可以看到从苏贞昌之后 完全把这个破坏了 原来台湾的台式的民主 就是苏贞昌最大 你不可以批评苏贞昌 你批评他 他就跟你骂 他就跟你对骂 他不接受监督的 那表面上都接受监督 事实上没有 再看一个数字都很重要 我根据一个非正式的统计 我敢说苏贞昌的认内 应该是历届行政院长 让该党的执政党的国会议员 改成书面报告最多的 也就是说 因为很多原因 他就扼杀了 扼杀了这些国会议员 民进党的国会议员 他也要咨询 对不对 他选了这么辛苦 他就要咨询你 几乎全部剥夺掉了 你看几乎全部剥夺掉了 一半以上改成书面 改成书面 改成书面 这个也是 我在立法院这么多届 也是很少看到有行政院长 这么不尊重国会议员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来 梦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